再过12天 就是第14届全国大选的提名日了 可是在敦拉萨镇国席这里呢 国政成员党之间 马华和巫统抢地盘的问题 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之前一直针对这项课题 保持低调的马华敦拉萨镇区会 终于按捺不住 有话想要说 那个日元哪回啊 就是不对的 这个选区 就是本来是马华的 到现在为止也是马华的 马华敦拉萨镇区会 坚持联邦直辖区 五个省区 一个都不能少 敦拉萨镇一定要保 而作为这起风波的另一个主角 巫统敦拉萨镇区会 他们也有话想要说 我们要担任 因为我们确定我们能赢 我们知道我们不能赢 我们不可以赢 对不起 我们不想赢 我们不想赢 敦拉萨镇是吉隆坡联邦直辖区 11个国席之一 虽然是马来选区 但是自1995年来 是马华缠联了三届的传统选区 直到08年大选反风一吹 吹倒了马华堡垒 断送给公正党 选区重划之后 马来选民增加到六成之多 华裔和印尼选民相对减少 马来选民会是自恶王者 成为武统坚持 无意候选人上阵的理由 人们的条件 是 gia赢 虽然他能演员 年划是 加拿取共同的领域 我们可以赢 但是现在 我们还能够认识 有症纳的 基本主度的能动 我们和外国 或者不 你们可以给我很多理由 充滑嫌弃 这个充滑嫌弃是SPR做的 不管我们的 在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之下 水民对于巫统和马华候适人之争 又怎么看呢 不在意 这后是马华 有 有没有学乎 我们对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文 我们为家 我们全球的帮忙 我们很容易 我们一般跟人们服务那些也好 我们中国马来人 马来人帮忙多一点 丑应泉指出 这五年来 马华区会劳财劳力 不分种族卫民服务 他有把握 能够赢得马来选民的放心 如果马华最后妥协 让出选须 未来基层将无心 再卫民服务 在野党也会坐收余翁之力 至于之前 惹上在夜店喝咖啡风波的 李扎曼认为 这起风波 确实会为当地巫统选情 带来影响 但基于他被陷害 又证明了清白 相信选民将给予同情 NTV7 红美玲采访报道 民带来影响 还有ível 9.3